周末假期轻松防疫国立历史博物馆超跑抵家巡回展 8月是抵达了光复堂场要展出一个月 展出从古至今各个年代各国钱币钞票 让参观的游客民众是见钱眼开 尤其呢今天还举办了小小体验会 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 本月2号国立历史博物馆这台巨无霸 超跑停靠在台唐光复堂场停车场 展出从古至今各年代各个国家的钱币钞票 令人大开眼界 我们特别打造了这辆车 让它不管是由我们石博馆的古钱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历史博物馆非常珍贵的收藏之外 大家还看到用钱货币来设计成不同国家的钱币 然后还有在钱币上面有怎么样的一些科学的做法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超跑商店哦 里面介绍一些友善的商品友善的动物啊 超跑底家展览也在今天举行小小体验活动 吸引了不少游客民众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 透过导览解说DIY设计自己的钞票钱币 不仅游客民众就连小朋友 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见钱眼开 以前有一个奇怪的钱钱 什么样的奇怪呢 嗯 像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 那是什么人在用的钱钱 是50后的还是 50后的 我的超跑是闪电侠的 为什么是闪电侠的 或者是皮卡丘 我画的是树叶 树叶啊 还有地球和水和爱心 我希望大家能环保爱地球 珍惜水之人 小朋友们天马行空的创意令人激赏 积极转型也不断寻求多元创新 提院旅游服务的台糖光复糖厂 除了园区制塘文化 日式历史建筑 以及知名的冰品 更致力于一夜的结盟 将更多资源 溢注在地方的观光流产业上 因为园区在发展 它需要蛮多元化的 所谓的一些展成啊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事物进来这样子 那刚好这个国立博物馆 它在推行所谓的一些博物的一些推动 刚好有这些钱币的这些展览活动 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的有跟它合作 国立历史博物馆超跑底价展览 从今日起展出到9月1号 除了周一周二修馆之外 全日免费开放参观 趁着暑假假期 不妨也来见钱眼开 带着一身铜臭味 畅游花莲的大山大水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